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很快再过去 事实上我们最根本的 就像现在的理容员内政部长讲的 张云地区根本就不适合这些高耗水的产业进驻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水 我们可以用比较符合这个环境特性的方式 所以善定的人公布 但是要选对地方 现在水利单位选的那些地方都不适合 可以有一些比较积极的 有全面防灾的思考 所以我们在跟水利单位对战的过程 少数的几位有两支的水利学者 那平东 特性大学这个丁测士老师就起手一个 他就说不要把地下水看得这么恐怖 你要合理的使用它 特别是什么时候你一定要用它 夏天两次洪水之间 你要尽量的抽地下水起来用 这样子你地下寒水层才会有空间 可以容纳下一次的洪水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现象 不要说这次下雨下很大 好像淹水淹不太严重 就下次台风雨量不怎么大 反而淹大水 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去先往地下跑 地下寒水层都满了 在上一次暴雨的时候都已经填满了 所以在两次暴雨之前 你要尽量去用 而且那时候什么 河川的水很佐嘛 所以你抽地下水起来用 也比较干净 这样子呢 不止不会造成地上下陷 自然对于这个防止水患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扇顶的地方 找一些适合的地方 来规划这个人工湖 来做这个补助 那事上就可以取代 吉吉兰和宴 跟这个湖山水库 这是最近的新闻 你看又花了一百多亿 去建这个人工湖 但是它选的地方都不对 都没有用 那包括说 现在在彰化 彰化比较少 云林嘉义沿海 它有很多水利单位 归了一大堆 赤红尺 赤红尺 我说那个不叫赤红尺 那个叫做纳红尺 那根本没有主制洪水的作用 洪水都已经排到海边了 哪有什么赤红尺 对 赤红尺要在河川中有的地方 才有那个作用 还要延缓那个洪水 洪峰的那个时间 分散洪峰量 就是在那个河川 对于陶尺那个环节的那个地方 设一个赤红尺 小小的 而且最好设在接近善点的地方 那个地方淹 淹半个小时之后 水就消了 你把它排到下游去 需要很大的从土地来容纳 又渗不下去 那些水都浪费掉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浪费水 所以事实上 比较合法的 合理的使用 使用一些小型的工程 比方说宽口井 在桌水溪河川两岸 拿这个井 直接抽那个浮流水 小型的南河岩 一些土地 这个就是像我们以前八宝菌 走六大巡 它饮水的方式就是 在盖一个简易的实体土地 升到河川里面去 那些 这些不会破坏河川生态 因为它没有把整个河道阻断 但是它可以提高河川的水位 它就会增加补塑 基基兰而言 一样提高河川水位 但是它补塑不下去 因为它底下是圆满 一定要在林内到西螺 这个河段 盖那个小型的南河岩 才有效 基体水路等等 浮塑型的人工夫 集水廊大 这些都是比较小成本 而且分散型的这个生态化的 水事业的工程 而不是那些大型的南河岩 或是水库人 所以结论来讲 就是说 地产下限 虽然跟地下水有关系 但是呢 地面水跟地下水有关系